电影余娜,与你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脑洞漫画《女神茶》下集 上一集中我们讲到了家庭主妇洪洪 为了挽回出轨的丈夫小渣 她就从眼镜书那里买到了一种 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漂亮的女神茶 然而小渣情人瑶瑶却意外怀孕了 并且她还威胁小渣,让小渣负责到底 于是小渣也偷偷来到了眼镜书这里 并购买了升级版的女神茶 这天是情人节,洪洪换了一个美美的妆 准备和小渣一起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 做好一桌饭菜后,小渣还没有下班 于是洪洪就给小渣发了一条短信 结果发短信不回,视频通话也不接 洪洪就有些生气了 什么意思,难道又去找那个狐狸精摇摇了吗 过了一会儿,小渣终于回了消息 说是刚刚接诊的一个急诊病人,所以没空回复 结果小渣根本就不在医院 而是在瑶瑶的家里 并且瑶瑶看到小渣鬼鬼祟祟的回消息 她还把手机抢了过去 好啊,你居然是有老婆的 你这个渣男,还骗我说你还没有结婚呢 原来小渣一直在欺骗瑶瑶 说自己是单身 所以瑶瑶才会和小渣在一起的 现在知道小渣是有家室的人 瑶瑶非常伤心 然后小渣急忙解释 那个洪洪只是自己的前妻 因为离婚后她的精神就不稳定 所以我就暂时陪她过渡一段时间而已 而且小渣还把洪洪喝女神茶的事情也说了出来 本来就是一个黄脸婆了 却非要脑黄瓜刷绿漆装嫩 她这么做只会让我更加恶心 但瑶瑶还是不相信 如果你真的和她结束了 就证明给我看 然后小渣就给瑶瑶一个肯定的答复 放心吧,会结束的,再等几天 这天早上,洪洪和好闺蜜约着一起做美甲 而闺蜜看到洪洪越变越年轻 闺蜜就很好奇 你最近的皮肤状态也太好了吧 在哪做的美容,快给我推荐一下吧 而洪洪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自从上次膝盖摔伤后 洪洪就很少喝那个女神茶了 这几天更是一次都没有喝 但是洪洪还一直保持年轻的状态 难道是这段时间心情变好了 所以皮肤也跟着变好了 晚上,小渣早早下了班 并且还亲自下厨给洪洪做了一顿晚餐 洪洪非常感动 给了小渣一个大大的拥抱 随后吃饭的时候 洪洪突然感觉自己的手有些麻木 似乎没有什么知觉了 而且自己也没有什么胃口 小渣就问了一句 你这种症状什么时候开始的 洪洪说 好像有几天了 只是今天好像要严重一些 既然不舒服 那我抱你去床上休息一会儿吧 就在洪洪称赞小渣真体贴的时候 小渣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并突然松开了双手 只见砰的一声 洪洪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然后就四分五裂了 没错 洪洪就像是一个瓷娃娃一样裂开了 原来小渣偷偷将升级版的女神茶的茶叶 放在了饮水机里 所以这段时间洪洪喝到的都是这种茶叶水了 这样刚好就解释了 为什么洪洪最近没有喝女神茶 也能保持年轻的容颜呢 其实都是小渣高得贵 因为小渣已经打听到了 女神茶喝多了 身体就变得十分脆弱 最后就像瓷娃娃一样 现在洪洪变成了一地碎瓷片 小渣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和瑶瑶在一起了 画面一转洪洪被扔进了垃圾桶里 小渣的宝家阿姨看见了就忍不住抱怨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的 垃圾都不会分类 就在阿姨分离干垃圾和湿垃圾的时候 她发现了洪洪的碎片 咦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可以拼成一个娃娃 最后通平西纵 将洪洪的头给拼了出来 接着阿姨就将洪洪卖给了一家二手玩偶店的老板 而老板非常喜欢洪洪这个玩偶 因为这种材质非常特别 看起来像陶瓷 不过手感就比陶瓷更舒服 然后老板还给洪洪装了一副身体 并穿上了一套黑色的裙子 画面一转五年过去了 洪洪成了一个装饰品 摆放在一家小店的橱窗里 这时过来了一个小女孩 她趴在外面一直盯着洪洪看 然后小女孩就告诉妈妈 她喜欢这个娃娃 想要买回去 当小女孩的妈妈过来的时候 洪洪顿时就傻眼了 这个人居然是瑶瑶 而这个小女孩应该就是 瑶瑶和小扎生的孩子 见孩子闹个没完 瑶瑶也只好找老板买了下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从被子里跳了出来 因为她想和娃娃玩一会儿 这时洪洪就说话了 晚上不睡觉不是好孩子哦 小女孩感到很新奇 咦 娃娃你会说话啊 真的太好了 然后洪洪就告诉小女孩 这是我们的秘密 千万不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知道吗 小女孩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从这天开始 小女孩就和洪洪成了好朋友 只要小扎和瑶瑶不在 洪洪就会和小女孩聊天玩游戏 这时小扎回来了 小女孩非常激动 想要爸爸骑马吗 结果小扎表示 自己还有工作要忙 你自己玩吧 说完小扎就将房门关上了 小女孩非常失落 臭爸爸从来都不陪自己玩 然后洪洪就问了一句 你想要爸爸一直都陪着你吗 我有一个办法 说完洪洪就让小女孩来到了地下室 拿了一罐茶叶 原来上一次洪洪和好闺蜜一起做支架的时候 闺蜜不是让洪洪告诉自己是如何保养的吗 当时洪洪没有明说 不过私底下洪洪就从眼镜书那里买了几罐茶叶 也是plus版本的 因为洪洪想着等下一次直接送给闺蜜 给她一个惊喜 只不过后来洪洪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晚上小扎回来了 小女孩就按照洪洪的指示泡了一杯茶拿给了小扎 因为洪洪说过只要爸爸喝了这杯茶就能永远陪你玩了 小扎非常开心 孩子真的越来越懂事了 小扎一饮而尽后 他突然感觉到身体一阵收缩 然后也变成了一个刺娃娃 随后瑶瑶回来了 他问女儿你爸爸了 小女孩回答爸爸碎掉了 你这孩子怎么又骗人呢 你爸也是的 不声不响 不知道跑哪去了 隔天早上瑶瑶送孩子去上学了 然后洪洪就从沙发下面将小扎给拖了出来 没错 现在小扎也变成了瓷娃娃 就可以永远和洪洪在一起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